目前电视剧《飞狐外传》正在热播 《飞狐外传》主要讲述的是 胡斐在成为雪山飞狐前的经历 可以说是大侠胡斐前传 与乔峰拨进这种为国为民的大侠不同 胡斐并不是什么著名的民族英雄 但他却是一个把小侠写到极致的人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 《飞狐外传》在新修版当中 一些比较重要的感动 看看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 改动一 参加了胡斐对于马春花的感情 如果说让张无忌情斗初开之人是朱九珍 那让胡斐情斗初开之人就是马春花 新修版当中 胡斐在偷看马行空指点商宝镇 徐征马春花拳法之后 胡斐开始欣赏起来马春花 后来胡斐几次相助马春花 除了有求情之恩大侠风谷外 恐怕还夹杂着一些莫名的感情 这也让胡斐的感情之路更加的丰富 后来胡斐再见马春花时 新修版中又说他回忆当年在商家宝情斗初开 而马春花容貌娇美 小胡斐亦乱情迷 但这个姑娘呢 也只是在春门中偶遗出现而已 改动二 佛山镇上胡斐在帮中家打包卫平时 中了奉天南的吊虎离山之际 当他返回时发现忠家三寇已经丧命 奉天南和他的手下消失的是一干二净 老版当中说忠家人是被断刀砍死的 而新修版中则是说中阿四脑僵蹦裂 明显是被奉天南的棍子打碎脑袋 这处改动了既增加了胡斐队奉天南的仇恨 也加大了奉天南的枭雄本质 可以说是让奉天南的形象更立体了 改动三 老版中在形容袁子衣的容貌时 称他一张瓜子脸双眉修长 肤色虽然微黑 却眼不了姿形秀丽 容光照人 这个相貌明显是按照他母亲的相貌而来 但是新修版中将肤色虽然微黑改为眼大嘴小 直接把袁子衣改得更加漂亮了 改动四 增加了很多袁子衣对胡斐的情愫 比如说 胡斐与袁子衣在古庙避雨时 新修版中说 袁子衣躺下后忽然想向胡斐来抱自己 到时候自己应该狠狠地打 又觉得舍不得 后来听到胡斐睡着 觉得他没想抱自己 反而心里好受些 让袁子衣的心里变得更加小语人一些了 盘点飞狐外传 在新修版中一些比较重要的改动 改动舞 胡斐初见成林素时 旧版中说 他的头发又黄又稀 而新修版改为 黄稀干枯 这样貌似乎改得更丑的一些 另外呢 新修版多加了衣服上的描写 一身金钗布群 衣衫甚是干净起整 将洗的不染丝毫成土泥污 改动六 成林素的样貌虽然被改得丑了一些 但是金庸给他增加了很多胡斐对他的感情 比如说 胡斐在初见成林素后 心里想的是 这位姑娘聪明才智 胜我十倍 但整日与独物为伍 心里只隐隐觉得 对他未免无异 不由得生了关怀照顾之意 后来两人一起闯荡江湖 胡斐也终于有了人生的第一套房产 此时他看着成林素 他见成林素略失知粉 虽不算美 但也颇觉俏理 忽然觉得 若是取得他为妻 在这里过太平日子 那是一生从未想过的福气 再对比一下袁紫衣的整天打打杀杀 成功让却对我那么好 在一起有趣多了 此时的胡斐虽然伸出想取成林素的想法 后来胡斐 成林素 马春花 在一间石屋 躲避福康的爪牙 星球版中说 两人虽说有结以兄妹之情 在成林素心中 却又不单是如此 马春花并入膏肓 想见自己的两个儿子 成林素知道哪怕是刀山火海 胡斐肯定也会去福康安府中救人 于是警告他不要冒险 否则他就回湖南 胡斐看着成林素后想着 此时二妹在他心中的分量 已远在马春花之上 无论如何不能为彼而舍死 不过呢 最后胡斐还是去救了 总之 星球版中增加了很多 关于胡臣之间的感情 不仅仅是成林素的单相思 只是分家的 都是两人心中的一些小心思 谁都没有主动表达出来 因此呢 结局也没有变 这样修改 算是间接的 让成林素对胡斐的付出 更加值得 毕竟有了胡斐一点内心回报 不是之前的那么没良心 谈点飞狐外传 在星球版中 一些比较重要的改动 改动期 旧版中 汤沛承认是他用银针暗算别人 最后还射死了凤天南 而星球版中 则取消了 汤沛说银针是自己所发 不过他用银针暗算了袁紫衣 袁紫衣被一波重针 陈林素在给袁紫衣救治时 发现袁紫衣是由汤沛的鞋头发出 胡斐被给袁紫衣报仇 于是打了汤沛一拳 汤沛受伤不轻 飞出窗户逃走 凤天南正打算逃走时 被胡斐制出的天龙宝刀 来了个透心粮 连肺液都被捅了出来 此相比中阿四还惨 这一刀算是结束了凤天南的因果 这处改动呢 还算是不错的 为此袁紫衣感谢胡斐 而胡斐也直接报了中阿四一家之仇 算是有始有终 更是递进了胡斐与袁紫衣的感情纠纷 改动8 武林大会上 胡斐挑战凤天南 却出手攻击田归农 夺了他的天龙门宝刀 旧版中 胡斐对田归农是秒杀之态 而新旧版中 两人打了几十招 在胡斐用尽生平绝学之后 才逼迫田归农拔刀 拔高了田归农的武功水平 此处修改的不是很好 此一节几乎是打乱了 书劫恩仇鹿与雪山飞狐之间的战力平衡 被认为是飞狐败战中 最失败的一处改动 改动9 南南被田归农拐骗之后 南南起初无忧无悔 但是田归农却每天提心吊胆 怕苗人凤来寻仇 此时南南隐隐觉得 田归农又拐他 并不是他真心喜欢自己 而是另有目的 南南认为田归农最在乎的 除了他的性命之外 就是财宝和权势 可以说是南南被改得聪明了 改动时 加速了袁子一和陈林素的感情 袁子一被陈林素下毒 被袁子一说破 陈林素有些不好意思帮他解毒 同时陈林素解释说 那不是致命毒药 只是让他尾顿几个月 不能再出手阻止火匪杀奉天南 袁子一理解陈林素的行为 并感谢他手下留情 新修版中 陈林素说 姐姐这般美丽可爱 谁都不舍得当真害你 袁子一微笑道 你才可爱呢 而后陈林素无意中说了一句 要不然两只凤凰都给了我大哥 也约成了二女共事一夫的华莱茵 旧版中 袁子一说 终不能两只凤凰都给了他 而新修版中取消的这句话 改称袁子一说自己是苦命人 暗示自己不能嫁人狐匪 但又不愿意明说自己是出家人 他的内心比较煎熬 改动十一 在结尾的时候 红花会众高手返回回江 袁子一也离他而去 至此全书完结 而新修版中增加了一句话 胡飞又想起了王铁匠的情歌 想起了二妹 她今年十八岁 明年仍是十八岁 我却一年年老了